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凌晨三点练习师的女高音 就是我特别喜欢会唱歌的人 我们那天不是上声乐课吗 他一开嗓子就把我吓到了 就我甚至吓到耳鸣 你知道吗 他直接那节课就直接飙了个海豚音 我坐在他旁边 因为当时不是说随便唱歌吗 他说我学了什么声乐啊 什么美声之类的 我想美声可能就是那种 那种感觉吧 他直接就飙海豚音 我坐在旁边 就丝毫没有想到嘛 我想他可能只是随便唱你那种 那种啊啊啊的那种感觉 突然就在 就那种无声的 就是已经高到无声了 然后我的耳朵就 直接当场耳鸣 就是太厉害了 这唱功课真的好厉害 有声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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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哈哈 唱歌很好听 黄艾如感觉平时 就是你话很少 也不爱想话那种 是一个安静的女孩 轻声细语呢 我觉得她其实挺能讲的 就是也是属于那种 如果你跟她聊起来 她会巴拉巴拉巴拉 也会讲很久的那种类型 真的 就感觉除了我拉低我们 整个队的那个音波以外 就是她了 虽然她平时很厉害 但是她平时讲话的声音 就基本上没有 对 然后也是很认真的一个人 那相处下来发现 她是一个很软的女孩子 很软妹 就说话也轻轻的 然后感觉好像 平时也会很需要人照顾 会引起人的保护欲的感觉 因为我们课堂上 也有那种综艺挂的那种 所以跟她相比起来的话 就会觉得 好文静哦 那种感觉 小黄也是 就是长相和性格 有点相反的那种 她可能看下去就很 对她说很 就是像大家 像大小姐 其实她性格很可爱 像小孩子就冒冒实实的 对 我还觉得这点蛮可爱的 就是有一种 被关注了的感觉 可能在 就是 刚接触的人面前 我是那种比较乖巧 然后比较安静的那种 舒适 然后 可能时间久了 我就会报复我的本性 好啊 对 对 洪安如的话 她就是一个很漂亮的女孩子 好看 我对她第一印象就是 脑子给刷一片 哇好漂亮 没有别的 哇好漂亮 对 就是感觉她为了这次付出了很多准备吧 就是感觉她变瘦了很多 对然后身材管理也很认真这样 就是像我可能会吃的 就是我可能紧张的人会多吃一点 她的话可能会就是 我没见过她怎么吃 我感觉她有变瘦这样 就是我们当时一起去逛超市嘛 就像我 我给房间里添置了很多什么油盐酱醋啊 什么其他的东西 然后她去直接就奔那个酸奶内影 那个区域 然后一个框子提的全是酸奶 就真的超级厉害 嗯 嗯 嗯 什么想的 我觉得自己是一个有很多可能性的人 就是 嗯 然后我也觉得我希望自己就是能有更多的 嗯 更多的不同的面能够被大家看到 然后也希望挖掘自己在舞台上更多的闪光点 嗯 所以期待能有更多的表现 不了解我的人可能会觉得我是一个乖巧安静的书女 但是等你了解我之后 我就会发现我是一个沙雕小学技 如果你期待我有更多的可能性被挖掘的话 那么就请多多关注我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